我們竟然是全球手伐 它真的完全不熱 不如收音給大家聽聽 近一兩年 Mini PC 開始多了一班捧場客 一部這樣的機仔 可以提供到基本的文書用途 甚至用來看影片 當是當媒體的娛樂中心都一樣 有些甚至設計到可以安裝在螢幕後面 又美觀又易打理 最大好處是真的有東西壞了也好 裏面的結構也不算很複雜 自己買零件拆機換又行 就算真的要拿出去給人弄 一部這樣的機仔 怎麽都方便過傳統的Desktop PC 但用家的需求是無限的 除了相機做得越細越好 同時亦要求Mini PC 的處理效能越強越好 所以由去年開始 一些標榜自己配置更高階的Mini PC 便應運而生 最近的廠 還瘋到將一張獨立的Display Card 放入Mini PC 裏面 例如早前香港也有不少人留意的華碩 ROG NUC 又或者是 Thunder Robot G-Box Gaming 這一類機種 但這些機的配置似乎都不夠我們今天找來的 這部Mini PC 這麼強大 它就是這部Aktoman G7 Titanium 也就是大家可能都在網上見過的G7 Ti 這部機器在台北Computex出現時 詢問度非常高 到最近終於有機會在香港上市了 網上可以拿到實機測試的Media YouTuber 是沒有的 我們竟然是全球手法 所以如果你真的對這部機器看來不是很Mini的Mini PC 有興趣的話 這條影片你真的要幫幫忙 按讚一下 如果不想錯過我們未來更多科技產品或Gadget的試玩影片 當然就要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再按旁邊的鐘 Aktoman 其實是在Mini PC 範疇近年都相當活躍的品牌 Minist Forum 旗下的紙品牌 而在這個品牌旗下推出的 全部都是具有獨特賣點的Mini PC 例如有早前在香港上市 加入Intel Ultra 9 處理器的X7 Titanium 要獨立GPU的還有另一部G7 Platinum 不過我手上的G7 Titanium 才是他們目前陣容一面配置最強勁的Mini PC 外觀方面 Aktoman G7 Ti 選擇了向高空發展 以兩塊大型的金屬外殼包夾著機身所有零件 行箱方面就稱它為 Vertical Blade 直立刀片設計 正面看上去都頗簽考 同時還有一條可以自定顏色的RGB 燈做裝飾 G7 Ti 機身高度達到36.5CM 闊23.5CM 以Mini PC 而言 它的體積確實不算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 G7 Ti 的重量也有2.54KG 但重量便平均分佈全國機身 直立擺放的情況下 支架是有少少窄 重心不太穩妥 擺位方面要盡量保險一點 覺得它太大部 是因為你的比較對象 是一般的Mini PC 但如果你考慮到它的圖像運算性能 你真正想用來比較的 應該就是這些Desktop PC 而再深入觀察一下它的配置 你可能便會了解到 Atman 為何會將 G7 Ti 設計成這樣 它的處理器方面 是採用 Intel Core i9-14900HX GPU 方面便是標榜可以全功率運行的 GeForce GTX 4070 Mobile 以 Mini PC 來說當然是很強勁 但深水清的各位 應該便會留意到 這兩樣都是 Gaming Laptop 上的常見配置 換言之 G7 Ti 就像一部沒有螢幕 以及內置電池的 Gaming Laptop 一樣 但無可否認的是 直立式設計 可以大大增加機體的散熱面積 亦令入面兩把風扇 可以更暢通無阻禁工作 大大提升它的散熱效能 另外 Atman G7 Ti 亦跟很多市面上的准系統 Mini PC 一樣 機身是可以拆開 然後更換入面的 RAM、 SSD 和 Wi-Fi 卡等等零件 底板上沒有清晰標示 未來真的要 Upgrade 或修理 就算是組裝機沒甚麼經驗的新手 難度也不會很高 但可能因為它的原型是由 Laptop 而來 G7 Ti 在機身的 I.O 插槽方面 坦白說數量真的比較少 全機合起來只有三個 USB-A 插槽 還有兩個是前置的 真的要收到線 插到鍵盤來就插不到MOS 如果真的有這麼多裝置要用 就只能夠線用它唯一的 USB-C 插槽擴充 又或者選擇無線裝置 不過它有一個底讚位 就是有一個 Full Size 的 SD 卡槽 對於想拿這部 G7 Ti 作內容創作的用家來說 都真的方便了不少 好了 都說了這麼多外形上的東西 都是時候入氣浴 和大家實測一下 G7 Ti 的性能 剛才也說過 G7 Ti 採用的規格 是目前 Mini PC 上頂級的硬件配置 而它的最大賣點 就是可以用到 140 V 全功率運作 這件事在其他擁有獨立 GPU 的 Mini PC 上 都非常罕見 在真正測試之前 還可以說多一件事 就是 Atman 方面 有為 G7 Ti 介入雙模式的設計 包括辦公模式和性能模式 在辦公模式下 顯卡的功率和風扇轉速不會被限制 降低運算性能的同時 亦減少用電和噪音的產生 而只要按一按機身前面的這個鍵 G7 Ti 的硬件運算性能 就可以解鎖全速 風扇轉速更加達到 4,400 RPM 就這樣看數字沒有什麼概念 不如收音給大家聽聽 進入了性能模式後 Atman G7 Ti 在 Cinebench 跑分中 CPU 的 Single Core 分數是 117 分 Multi-Core 分數是 1345 分 至於 4070 為它跑出的 GPU 分數 就是 10601 分 在 Cinebench 的幾個比較檔上 都明列前茅 但對於數據沒有什麼概念 我們就給大家看一些實例 用來玩遊戲的話 雖然不是開盡所有最高配置 但都可以有相當高階的畫面享受 例如在 Cyberpunk 2077 裡面 我們可以開著 4K 解像度 加 Ray Trace 都得到 50FPS 的遊戲性能 想再流暢一點 選擇 1080p 的中級畫面配置 FPS 破百力都完全沒有難度 我們也在 G7 Ti 實測了不同大作的 Benchmark 以下就為大家送上它們不同配置的運行數據 除了用來玩遊戲之外 有差不多的 CPU 和 GPU 性能 我們也可以用它來剪片 又或者進行 3D 創作 整體操作都相當流暢 而對我來說 獨立 Display Card 的最大用途 當然是給我用來進行不同的 AI 工作 就像我經常用的 AI 字幕工具 Whisper 一樣 有了 GPU 運算之後 速度可以快成幾倍 你現在看這條影片的 CC 字幕 就是用這部 Atman G7 Ti 出來 可能會有人擔心 G7 Ti 的機身做到這麼薄 零件會否側上一塊影響散熱呢 其實這方面 Atman 都真的想過度過 首先直立式的設計已經大大增加了散熱的面積 另外它的機身裏 除了有最高轉速 4,400 RPM 的兩個風扇之外 還有五組的散熱和管 去將熱量分散 說說到天花龍鳳 實際表現又是怎樣的呢 我們就用它來 run 了黑悟空的 Benchmark 30 分鐘 開了 Ray Trace 又開高畫質 都取盡了整張 4070 M 的效能 再用熱成像鏡頭看看它的溫度變化 Benchmark 前後 主機的溫度竟然不差很多 最大的溫度變化 竟然就集中在它的底座位置 原來熱風噴出來之後 就不斷打到底座位置 這個位置就是散熱最差的位置 但對於 G7 Ti 的影響 應該都微乎其微 講了這麼多又試了這麼多 相信大家都清楚這部 Atman G7 Ti 可以做到什麼 但應該很多人進來 都大概知道這部機的存在 進來看影片都是想看看 這部機器在香港賣什麼價 而根據我們最新的消息 這部 G7 Ti 很快都會在香港有得頂 而價錢就是這個 麻煩後製的同事 對呀 在拍片這一刻 我們還未收到確切的售價 但 G7 Ti 大概的價位 我們都知道 看回我們最新收到的售價 最便宜的這個價錢 其實只是 Bareboard 也就是準系統的價錢 又即是不包RAM、SSD和Windows 如果要包上述這些東西 最少都要近13500 元 嫌貴的話 Atman 還有一部 G7 Ti S2 和原版本主要的分別 就是它用的是低階少少的 i7 CPU 都一樣有4070 用的 講回 G7 Ti 先 以 Mini PC 而言 這個價錢當然不是最便宜的那些 但看回市場 同類型加入了4070 獨立顯卡的 Mini PC 價錢也有差不多的水平 這樣比對之下 Atman G7 Ti 也有一定的價格優勢 當然 它也有一定的尷尬位 先講一下效能 用同樣價位的錢去組裝機 可能會有更好的畫面表現 如果想方便打機 PC 遊戲手提機 好像今年都不少人追捧的 MSI Clock 又或者是華碩的 ROG LRX 就可以在價格低一個檔位的同時 帶來可以帶出街的 PC 遊戲體驗 回到家裡 插個螢幕、插個鍵盤和按鈕 都照樣能夠打機 對於預算不多的Gammer來說 隨時會吸引Atman G7 Ti 接下來又到一連一度的電腦節 我就想問問各位 PC Gammer 你會選擇在這個時候 曾有優惠買了組裝機 還是會玩玩這些打機的 Mini PC 不知未來大家又會否想看多些 Mini PC 的評測影片 歡迎在留言到交流一下 今天這條影片就到此為止 喜歡這條影片的就LIKE & SHARE 記得訂閱我們Price的YouTube Channel 以及按旁邊的小鈴鐺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